看到别人 修善既得升天了 点点头 看到人家坐卧了 多了山土去了 也点点头 不动心 那是什么呢 那叫做国宝 英云国宝 造善的国宝在天堂 消他的善业 造卧的 在卧鬼出生地狱 干什么呢 消罪业的 消罪业 消卧业 三上道 消善业 善业 卧业 都不是好东西 这个要知道 为什么呢 出不了六道轮回 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 好东西 那是宝啊 什么东西能帮助 念阿弥陀佛 能帮助我们超越轮回 那我们知道 这是不好 这是了不起的 我们要真心 真正想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念 心念 非常的恳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幸愿之有 你有幸有愿 你就决定得生 那平位高下呢 那在你念佛 功夫的前身 不在乎多少 功夫的前身 功夫是什么 功夫全是放下 你能够放下多少 彻底放下了 功夫身 往生的时候 上倍以上身 那放下一点点 那功夫前 那下下平往生 我们把这个四 你都搞清楚了 都搞明白了 就能够选择 我这一生 要走的是哪一条路 我一直走下去 我绝不走岔路 我一定要达到目的地 到西方极乐世界 请进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在极乐世界 一生成佛 成佛就像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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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典型